而为了庆祝农历3月23号的妈祖圣诞 我们带您看看新北市金山区的信仰中心 金包里慈护工也举办了齐安离斗法会 而考量疫情又再度吃紧 远方说对于防疫的工作更是严谨 而且另外为了弘扬妈祖的慈悲精神 慈护工也特别捐出了百米给万金十三区的弱势居民朋友们 农历3月23号妈祖诞辰 金山信仰中心金包里慈护工 为了与信仲一起向妈祖祝寿 举办了平安齐安离斗法会 也因为疫情紧张的关系 庙方对于防疫的工作是相当的严谨 每一个人都戴上了口罩 就是要在防疫安全的前提之下 也不失敬意的要来进行信仰的盛会 很感谢我们有种我们的庙方这边 因为最近这个疫情就严峻 那又可以在这样防疫的前提下 又将我们的这个信仰 还有我们这样的尊敬的心 帮将我们的大会 都可以好好的顺利的来安排进行 这非常感谢庙方 这个防疫的工作是大家一起来进行的 那在防疫的前提下 那我们也不失我们这样的习俗 也不失我们的敬意 今年金包里慈护工妈祖诞辰 除了由董事长与李坚士们一起献理科宜 万里金山石门三区的区长 也到现场来祈求平安 还有市议员们一起来向妈祖祝寿 县体科宜结束之后 金包里慈护工也举办了 关怀弱势捐百米的捐助仪式 希望在妈祖诞辰的这一天 用温暖的方式来庆生 更加也要来发扬妈祖的慈悲精神 我相信大家都是扩论的 希望疫情经济 和我们台湾是真正健康 有更放心的所在 所以今天要感谢我们三个七一元 还有那个我们这个 我们四个月 都百家来参加 他昨天有五个月也没有 我跟这一天有着旁边的问题 又跟我们去发展 所以也要感谢我们 大家的福祉 还要致意说 有着在关怀的浴室 我们每年的要感谢所有人来拜祷 拜我妈祖道也好 我们的福祉公司也好 共同就感谢他们的奖劫 照着我们的科技 要留意一般 所以感谢我们的神称丹剑 对我们祖国公园的信心 金包里慈悟公董事长指出 这些白米都是来自信仲 参与李斗拜斗后转化的善心 也期待妈祖诞辰 可以透过关怀弱势 变得更具有意义 而疫情当前也期盼 透过这一次的 马祖诞辰祈安法会 大家共同来祈福 让疫情赶快过去 也让生活恢复 以往的瓶颈 记得要平函 金山采访报导